好 回到蓝薰时间 又到了每个礼拜五 我们的青春作伴的单元 那在这个青春作伴的单元 我们就邀请到一些面对 这个人生的下半场 有一些不同的想象 也期待的活出更精彩人生的一些人物 到我们的现场来 那今天很开心的是 是我们第一次邀请到外交人员 在国际之间 这样一个等于是国跟国之间的 另外一种的舞台 或是战场上面 等于是厮杀 奔走了四十多年的外交老兵 他退休了回到台湾 那依旧的活跃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我们驻法十六年 但是他事实上在外交的领域当中 已经四十二年 快要到半个世纪 这么久的李庆龙大使 到我们的现场来 哈喽大使早安 主持人早安 各位听众大家好 会邀请到李庆龙大使 我觉得也蛮 因为其实我们的外交官非常的多 而且外交官通常来说的话呢 都非常的才华洋溢 要第一个你要会超多国语言 第二个的话呢 见多世广 然后也会经过很多不同的文化的碰撞 所以呢 而且呢为了拓展外交的关系 台湾的外交处境 坦白说有点艰难 所以呢他要用各种软实力的方式啊 这个去行销台湾 然后呢下厨的也有 表演的也有 然后呢这个很会做公关的也有啊 那李庆龙大使呢很特别啊 我是因为呢有位画家 就上次来我们节目的画家呢 他跟李庆龙大使是一个好朋友 他跟我说哎大使很会拔博台湾啊 我说哇哦有这样子的大使啊 很特别 然后我上网一查发现 还不只是自己喜欢玩啊 他事实上呢在法国在驻法期间 因为呢这个拔博台湾啊 促进了台法之间的这个交流 有一支影片 就我看八十多万人 接近九十万人 已经超过九十一万人 已经超过九十一万人了 啊所以呢 如果说有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呢 现在已经会看到呢 在桌上啊这个放了两尊布袋系的玩偶啊 所以这边请大使跟我们聊一聊 呃就是这是您在驻法期间 呃怎么会想到用这种方式来行销台湾 因为我们知道法国是文化大国 嗯那么他对文化 特别是外来文化 异国文化的尊重跟包容度呢 会让你觉得非常的舒服 那也因此提供我们一个跟法国互动的时候呢 透过文化办外交的有效平台 嗯哼 那因为我们的布袋系经过呃 国民曾经投票过是代表台湾的文化之一 嗯 那所以我因为呃要承认一下 我是一个很过分的人 很过分 巴黎那么美 我一个人竟然前后去三次 一共十六年 对啊 那所以在第三次去的时候呢 那比较另类 为什么因为满六十五岁要退休 嗯哼 马总统呢就在特任 所以呢 我有这个多待了八年半 一共担任管长八年半 OK 那这在这八年半期间就有更多的机会 因为你是管长嘛 嗯 更多的机会你上法国的媒体 法国的公开的活动 嗯 或者我们主动的去工商会 然后去大学去演讲 那因为陈希房就是李天璐啊 大师的儿子 那么廖文和云林的那个廖文和啊 伦贝伦贝的那个廖文和 他们都到法国去表演过 哦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想到 诶 这个是效果很好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 所以你去看他们表演 OK 看他们表演 当然他们都请我上台支持啊 嗯哼 那我去呃第三次去的时候 也带了也大概十套的那个布袋戏去 是你 准备送人 他们 你带啊 我我去赴任的时候 我去同这台湾文化这个文化文艺协会那里 买的那时候 陈玉秀是主任委员的时候 我就跟他买了 买了大概十套 所以你当初就有特别注意到说 台湾的布袋戏 应该对于国外的外国人来说 会是一个蛮有趣的 是因为我们的秀工很好 那那时候还没有想到要演 要演是因为陈西房啊 廖文和去啊 结束以后呢 我们在现场 我大概我们国内团体去表演我 我不会马上走 我就留下来帮他们翻译 哦 因为我讲小时 因为大使是法语系的 讲小时 我是总统 跟行政院的法语翻译 哦 等过这个经验 所以我们就有这种专业 这不怎么讲小时一点 不好意思 哈哈哈 哈哈哈 所以我就留下来翻译 那那个廖文和呢 有一次就说 大使你跟现在的国立台湾艺术大学 叫做陈志诚博士 他是在巴黎的台湾文化中心的主任 那我们经常都同时出去 因为办活动嘛 嗯 那所以呢 他就说那我送你一对布袋戏 其实我办事已经有了 那我就说我都没有心难接受啊 后来我摆在办公室 我进办公室 天天都跟他们问好了 嗯嗯 那后来我想一想 哈哈哈 那我既然到处在演讲 为什么不带着他跟我一起走呢 所以就有这么一个念头 那另外一个比较 但是你要会演啊 比较直接的 啊你讲到演这一部分的话 很有趣 我太太跟我讲 说你不要演布袋戏好不好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的布袋戏 既不会翻跟斗也不会武打 啊你是手那边比来比去 我也会 我说哦你也会哦 那好 那下次演讲的话 下一场演讲 你去演 发语发音 哈哈哈 他说那我不要哈哈哈 因为因为我去 大使跟大使夫人联媚演出 哈哈哈 因为我去这个上节目也好 然后在我们代表处 接待来台湾访问的团体 或者这个只要是团体 就会用布袋戏去开场 好那今天大使带来的 两尊布袋戏哦 他他他有他有角色吗 他个子是谁 没有就是一对新婚夫妇 啊我们的对话内容 比较经典的是说 一开始唱一句啊这个法文歌的当中的一句 叫做我有两个爱巴黎跟我的国家 然后呢就开始对话啊这个对话呢 看场景可是有一些是不变的 啊譬如说一开始的时候唱一首这个 啊 啊就是说我有两个爱 啊 这是法文歌 这是法文歌 法文都会唱这首歌啦 是老歌吗 老歌老歌 那我就把这一段截下来 然后呢就新郎就说 新郎跟新娘哦 去巴黎度假 去度蜜月 哦 那新娘呢就跟新郎讲说 哇亲爱的你今天看起来很高兴 新娘就说是啊 我很高兴啊 这个我当年来法国念书啊 念完以后呢 今天十几年以后呢 我有机会再回来把你搭乘 长龙航空免签证之航班机 哈哈哈哈 那 甚至行销台湾那些东西 新娘呢就说 哇啊幸亏你当时 有够认真啊 啊不然你拿不到学位 你今天大概就不敢讲了 哈哈 那新娘说那当然努力一定有机会 那今天到巴黎来 新娘说是的 我知道巴黎是世界最漂亮的都市之一 嗯 那新郎就想让你好好的去享受 那这里是全世界最漂亮的 香榭里借的大道 新娘就说我知道你的意思 因为LV皮包的总店 就在香榭里借上 哎 新郎说是啊 那你要买多少你就去买 新郎说不行 我们要我买一件就好 我要把钱存下来 然后呢 以后送我们的小孩 像你一样到法国来留学 再回台湾促进松本的关系 哦 就是你藉由这样子一个对话的桥段 又捧法国 然后又宣扬台湾 哈哈哈 对啊 然后 了解了解 新郎就说哎呀 亲爱的你实在很贴心哦 那太好了 新娘就说哎呀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哦 哈那我给你啊一个French kiss 没人台湾啊 梁文啵一声 对不对 鞠躬就结束了 啊 就要两个不就两个 对话 对话 就新郎跟新娘去法国啊 这个啊 度蜜月啊 用这个方式引出来的话 然后我要讲的这一段一分钟不到啊 下结束以后我再把我要讲的讲出来 我再把要讲出来 OK 那这个在台下反应怎么样 我看 超好的 我讲一个例子 好 我们在台湾进口法国的酒 我们是在法国2019年为例 他一年出口140亿欧元 我们进口1% 1亿4千万欧元 这个新台币的话 我们懂得品酒嘛 所以我们才会成为在法国里面很重视的一个市场 那我因为行销台湾嘛 所以法国在这台协会也也蛮活跃的 对非常好啊 这个是好事啊 对 因为他们在意嘛 他不在意他就不会那么活跃 没错 那在法国我得到五个品酒联盟 颁发荣誉品酒及时的投选给我 这个是 你很会喝 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那我听了说 我听了 听你讲很懂 我都会讲说 我从来 本人喝酒从来没有醉过 那大家会认识 是酒量好吗 对啊 都是这个问题啊 那我说 其实呢 我呢 从来没有喝超过一杯 所以不会醉 哈哈哈哈 那为什么人家给我五个呢 是因为他看到我们去行销台湾 我们行销台湾的做法跟一般不太一样 我会一种有一点创意 我说 你是大公司 你法国的产品 Made and Friends 有你的商标价值在那 那如果你是新开始要行销台湾 你没有管道你再找我 我有台湾贸易东西 我免费帮你服务 这一点跟一般人讲说 你请你买我的东西 但我加了 再加一个说 你需要我服务的 我免费帮你提供 我也帮你卖你的东西 这个呢就 所以就彼此彼此就是了 还有一个我们去行销的时候 我们会谈到台湾的这个 行销台湾的什么东西呢 台湾的东西多了 一个是文化以外 法国人在乎也文化 等下再讲 另外台湾的ICT的精品 那时候的这个国内的这个很有名的HTC 有 那时候是高档货 那我们还有双A AXIS跟S 还有GIGABYTE 这一些呢就在对话当中 甚至于我去演讲说带Sample 有我看到那一个就是有八十几万人点阅那个 你就拿着HTC 真的很感人 让大家去看 对那实质账 而且最重要是什么 我要传导是我们 我们科技界遵守IP 智慧财产权 而且有些人也是跟法国合作的嘛 像是镜头啊什么的 对啊就是那个双镜头 其实是法国人发明的 大使都要很了解就是说 每一个产品 或是哪些你要形象文化 有多少是法国元素 更可以去链接台法之间的这个关联性 其中愉快的 跟你报告一下 很有趣 有一次这个科学性的研讨会 科技部长 他来过台湾了 科技部长支持完了 请我上去支持 你说法国科技部长 我在法国的时候 OK 然后呢下台这个结束以后 他说 哦Michelle 我的法文名叫Michelle 他说Michelle 你怎么对我们法国发展的情形 科技方面的情形 你怎么那么清楚 我说当然 不然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你合作啊 他也很感动 我也很高兴 因为他注意到了 我们把数据举出来 比如说我们在台湾我们的R&D 对不对 我们是80以上是来自民间 法国是一半一半 嗯哼 那当然总金额他比我们多 因为他们的预算是将近我们的七倍嘛 嗯 所以呢 总金额比我们多 但是我们的比例呢3.4 3.5了算不错的 嗯哼 只是说法国人说哦 啊你们台湾你们的外交处境 当然刚刚您也提过嘛 是全球独一无二最困难的一个一个处境 可是呢我们并没有放弃努力 嗯 所以我回来以后去跟大家分享啊 行销我的外交经验 努力一定有机会是我的主轴 嗯真的 因为如果说看过这个大使的那一个呃 拔卜台市 然后呢用法文 哎你还唱了一首爱拔卜台语 我觉得那一段是这样子 你又唱法文歌你又唱台语歌 那那一段是因为上去了以后 可是西部中小 那个主持人就说算了算了 我这样子下去我没办法主持了 就就把舞台让给大使 看很少看到那么活泼的大使 这这一段的话是也是蛮经典的 为什么呢 我们从后面说回来 这个结束了以后 那我坐到市长旁边 市长跟我说谢谢 我说谢谢市长 市长说等一下大使请你不要走 嗯 我心里想哦 不要走应该不通 因为刚刚有人鼓掌以外 有人站起来鼓掌 嗯 你知道你在法国演讲 让法国人站起来鼓掌 那非常珍贵 嗯 所以我在台上看来很高兴 我就想说啊一定 等一下一定有什么 啊好事 好事行要发生 好事行要发生啊 他说我要请你到我办公室 我就马上想到巧克力跟这个香檳酒 发国人送你什么 然后我没想到说我想请你跟我签约 担任我的都市三马路 拓展观光的代言人 我马上说 你讲巴黎观光哦 不是 那个那个都市叫三马路 三马路 三马路的 因为是西部嘛 嗯 中小七奥斯卡班前等 在他的都市即将 拓展观光的代言人 那我想说哇太好了 那我就把他讲 唯唯唯就是好的意思 嗯嗯嗯 因为此事如果成真的话 我成了三马路的林志玲 我就很棒啊 对不对 林志玲 唯唯唯 很好很好 后来呢 这个主持人 颁奖委会主席一直跟我谢谢 他说大使我告诉你 我们举办颁奖议十六年以来 第一次这么high这么happy 因为你来明年请你再来 我当然说好 最后一个有趣的 主持人下来了 那我就跟他讲说哎呀抱歉 超过时间 因为一开始约定 只能给我两分钟 哦 那你讲至长的 五分钟二十八秒 哈哈 对我看到主持人一直摇头 因为他跟我们的这个 经济组组织长賴卓松 大家通电话嘛 賴卓松长知道这个李大使 愿讲希望才肯讲又敢讲 对不对 所以要求上台 到最后呢就是 约定两分钟 所以到现场主持人跟我讲 握了手说大使 谢谢你 没想到台湾的大使讲话 你说要来 你真的就来了 这个是承诺 而且还上台以后就不下来了 对啊 最后呢我跟他讲说 抱歉超过时间 他说 或者说大使 没关系 下次你来的话 你主持一半 我主持一半 哈哈哈哈 真的如果说这是一个 那个我们的金马奖的话呢 那个麦克风 应该会直接降到舞台底下 哈哈 因为大使呢 实在是太尽责了 那个影片真的是非常有趣 但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对大使来说 任何一个可以抓住的机会行销台湾 带来欢乐 然后让对方 不管是哪一个所在国的人 觉得印象深刻 有一个行销台湾 都是你要抓住的机会 有一句行销台湾 叫做挖空心思办外交 啊 米南话叫做太胖太胖 太胖太胖 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好 思雨修学呢回到现场 好回到啊 两星时间继续合现场 邀请到的李庆龙大使啊 他是我们呢 驻法国三进三出十六年的大使呢 之前还待过海地 不过讲到海地 我看您的经历的时候 我也觉得还蛮特别的 就对对您来说 其实法国是一个非常老牌的民主国家 而且是一个非常浪漫的花都 所以很多人想像法国就是观光啦 旅游啦 美食啦文化啦等等 海地是一个战乱频繁 我真的觉得如果是海地人 我都不晓得我为什么要身在这个国家 我可能会怨恨怨恨老天爷吧 就是说到目前为止 饥荒战乱等等等 就是不时无时不刻降临海地 你在海地待多久啊 跟主持人报告喔 我去了海地之后 成为我在外交工作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 是啊 这个经验呢就回到台湾 我一再拜托我们的国人 不管哪一个层级 包括小学生呢 要喜福 嗯 珍惜台湾今天的一切 为什么 海地的纬度跟我的故乡嘉义 台湾的屏东高雄都一样 嗯 那你的天然环境 包括呢 那你的空心菜大度鱼 还有椰子树还有稻田 完全一样 我一个形容就是 你台湾一条无垢鱼 跟海地的无垢鱼 摆在一起两条无垢鱼 讲话是对通的 哈哈哈哈 而我们能够脱离贫穷 台湾以前真的很穷 嗯 我去演讲有人问说 大使大使啊 你一天到晚说 台湾以前很穷 到底有多穷 我说我告诉你 嗯 1950年代 我们的国民平均所得 一个人一年 一百五十块美金 嗯 现在我脱离贫穷 我可以到三万两千美金 嗯 那以前台湾很穷 穷的有时候 连台风都不来 因为没东西少 嗯 这比较夸张的行动 那因为我们 大使很会说 那我们都忘掉了 以前贫穷的台湾 对啊 所以现在我就警告 小确幸不是不好 嗯 那你要小心 你不进步 你会被边缘化 我举一个例子 很现实 嗯 我1980年第一次派去法国 法国全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嗯 现在排名第七 嗯 法国有足够的条件 啊 也许你会有兴趣提到的 马克宏总统就任之后 嗯 他要让法国 重新成为一个 先进的科技大国 嗯哼 但等一下我们再讲 嗯 我先讲海地 海地呢 在那个地方 种稻米的话呢 比台湾 种稻米的需要的时间 还少十天就可以收合 哦这样子 yes 所以照理来说 应该是更丰收才对 一个更丰收 另外一个呢 就他距离美国太近了 嗯 我看一下说 你东西做好 一丢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嗯 那我们在冬天 也许我们就有寒流 我们觉得好冷 嗯 在海地啊 跟各位听众报告 你大概不知道 冬天的时候 二十到二十四度 天天阳光普照 嗯 那个地方你种冬季蔬菜 卖到美国去 你就撞不完了 嗯 但是因为社会的问题 因为经济的问题 因为国民 没有机会受教育 嗯 那教育这个区块的话呢 我去呃 在国内回来跟大家分享说 我们要小心我们的教育 嗯 为什么没有教育 你就没有前途 嗯 那当然另外一方面 我一个讲法 就大家同意 没有文化 一个国家没有文化 不会伟大 教育这方面呢 因为在海地的战乱 那战乱呢 是包括什么 就是动乱了 嗯 中央就包括杜华利父子 长政二十六年 对长期长权 对 然后呢他用移民教育的政策 他怕老百姓反对 所以呢他不要教育的 嗯 那结果造成民众素质的问题 嗯 那在一九九一年 他也不建设整个的 那因为这个就是他 政府的governance的问题 嗯 政府的施政的问题 啊 就造成民众 那个政府官员 因为薪水不怕 下个月都拿不到的话 他就有机会就贪嘛 嗯 所以呢公共设施呢 几乎什么没有 你想一个国家 面积是台湾的三分之二 人口当然 我在的时候是七百万 他面积这么小啊 嗯 就是一个 就是Espaniano 右边是Dominica 三分之二 他是三分之一的 嗯 那他现在有一千一百 一千两百万的人口 我在的时候大概八七百万 八百万而已 嗯 因为十几年之后嘛 那你会看到这个国家可以发展 嗯 但是呢因为他内部的 所谓的生活文化的问题 内部的贫穷问题 还有领导人的问题 嗯 领导人如果是勇于斗 斗争内斗的话 嗯 那不把精力放在国家发展的话 是 你会让治安不好 治安不好 外资就不会进来 嗯 没有工作机会 就会造成老百姓的穷 嗯 老百姓的困 嗯 甚至到最后老百姓变成怨 嗯 那一怨的话 所有事情一爆发 就是烧轮胎 嗯 丢扎东西 真的 那这样恶性循环的结果 我们去看啊 我觉得好可惜啊 你说待几年 我前前后 呃 待五年一个月 嗯 我担任公使三年一个月 担任特命圈圈大使两年 那这中间有一段很有趣的 有碰到过这一些 有 当然有 嗯 这个这个在巴黎 我在巴黎第二次 第二次去的时候 做得好好的啊 嗯 然后呢突然间 我找不到你去到海地去当公使 嗯 我当然 我那时候愣了一下 哇 海地 用那时候爱这兵这流行 啊 所以呢就带着 二十年前差不多 带着忐忑的心呢 就到巴黎 到海地去赴任 然后去看来一下 觉得啊 这个国家太可惜了 嗯 会变成这样的呢 回头看台湾 我们真的是太厉害了 嗯 我们要没有今天教育的投资 我们要没有经济的发展 台湾不可能这样 这中间有一点 我再提一说 我们是一个 懂得感恩的民主 可是我们有一点要 让各界人士知道 19 这个七 1967年 嗯 那时候的总统 蒋介石总统呢 未来要把 国民义务教育呢 从宪法的规定 六年延长到九年 一共需要四亿新台币 嗯 国库只有两亿六千万 那原家干先生跟总统报告 报告总统钱不够 总统说我知道 你去想办法 结果我们就跟美国政府开口 借了一亿四千万 一共四千 四亿嘛 四亿的新台币 一块美金可以换 四十五块新台币 那么我们就因为这样子呢 去跟美国开口 美国答应以外说 哇 你们要办交易多少都借你 各位 哇 没有教育金融大使 还记得那么久以前的事情 我去找资料啊 我写文文 我写东西我要找 我要解读台湾 那时候你几岁 你说 196几年的时候 1947年出生的啊 十几岁的时候 对啊 十几岁 所以你算是国民教育的受益者 对 没有错 你今天台湾把教育抽离的话 你今天 我觉得好感慨啊 以前我们都跟美国人 借钱是要办教育 现在借钱是买武器 因为时空完全不同啊 我宁愿我们借钱是办教育 所以现在台湾已经很有钱了 是另外一个有趣的议题 这个都可以探谈 因为台湾今天走到这个阶段 我们期待能够有更多 所有的议题大家好好来谈 理性一点来谈 对啊对啊 不过因为这样对比的关系 所以呢一个海地 一个法国 所以显得你在法国的生活 更加的珍贵 所以呢呃 李确荣大使除了 这个非常的在那个时候 非常的 抓住任何一个机会 太康太康 但外交之外 拨布地之外 他自己很爱拍照 所以呢很多很多 这他留下来的一些 法国很漂亮的景致啊 也都在这个大使的摄影的作品里面 我看到有一个呃 记录我对你来说也是很难得的 哦 是在法国有个地方 有你以你的名字 命名的像 是是是是 我一个理念叫做敲门哲学 嗯 我到处去敲门行敲台湾 顶多门不开我没有损失 嗯 但通常我可以跟大家报告 我们再把你敲门门都开 哦 因为他想到你台湾哪的 你可以用我的语言来介绍你的国家 而且你鼓励我跟你互动交流 嗯哼 他们会感动啊 嗯 因为西方国家跟我们东方比较文明 比较生活态度比较不一样 他同情弱者跟我们一样 所以我们捐书捐款都很好 对 但是他们更尊重强者 他们认为你台湾处的环境这样子 然后你们又有特别的邻居在那个地方 嗯哼 你们不放弃你们还继续努力 哦 他会尊重你 对啊所以我去敲门门都会开 也就因为这样我有很多不断的这个场景 可以去互动啊 是嘛 去讲故事啊 所以已经在当地的法国媒体电视的 早去上live的节目 嗯 我也敢去啊 嗯 而且因为我担任过外交部发言人 嗯 一天到晚都在 天天都在口试嘛 那我讲的时候我是训练有数啊 所以呢 训练有数 所以又有很多的经验啊 OK 好像那个敲门哲学敲出了一条呢 吕庆龙像 所以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的背景 我们休息一下带回来 好回到蓝熏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啊 这个我们呃三进三出啊 这个担任法国大使的呃吕庆龙大使 到我们的现场来聊天啊 呃所以在那个时候 所以这个嗯 以你的名字为一条巷弄命名 这个是你退休要离开法国之前 他们送给你的吗 这个是满六十五岁的时候 满六十五岁的时候 那因为后来马云九马总统的特论呢 那是两件事情但没有关联 嗯 没有相互关联 嗯 那因为市长他知道我一天到晚呢 到处去行销台湾 市长也来过台湾两次 你说巴黎市长 啊不不 那个Bichy Saint-George 嗯 就是那个 就是在大巴黎的一个都市叫Bichy Saint-George 它是位于老巴黎跟欧洲迪士奈乐园的中间 嗯 那个都市叫小都市小地方叫做Bichy Saint-George 所以大巴黎是一个区 大巴黎是一个一个怎么讲呢 它呃 大巴黎呃是占全法国的百分之二十六的面积 人口占四分之一 哦 那是超级的大台北 大台北 大台北 可以这样 可以这样 里面有个台北市 然后有一个呃 比如北北街概念当中都是大台北 像这样的概念 对对这样 啊他因为那一条是有捷运 个重运量的捷运线通到欧洲迪士奈乐园 那这个市长呢 来过台湾其中一次星云大使都接见过他 嗯哼 他也知道台湾人民的勤奋勇敢任性 嗯 他也知道我在巴黎的时候呢 到处去敲门到处去交朋友 所以呢我要回来了 他说哎呀大使Michelle 他说哎呀Michelle 你去我们很舍不得啊 那怎么办呢 他想过说要送纪念品给我 不知道送什么好 想要办一场盛大的欢送酒会 那想一想这样也不好 酒会过了他就忘掉了 嗯 后来想来想去他的邻居叫做黎辉 以前我们的侨务委员 哦 他是越南的侨务 他娶了宜兰的一位四大美术系 毕业的太太夫人 嗯哼 那他们一位好朋友 结果他们研究了结果 那干脆找一条路用我的名字去命名 啊这条路呢 就在市立图书馆的旁边那里 嗯 他议会通过了以后呢 那你怎么跟那个市长那么熟 哎因为他有活动我就去挺他啊 嗯 那我们国内有团体去 我就安排到他的都市去啊 哦是这样子 对啊啊 所以他也 我们彼此的互动都很好 因为他跟李辉又太好了 所以只要有事一个电话来 啊我们这个 朋友就是朋友 嗯 那这回最后呢 他想到说哎呀捨不得 那所以做这个提案 通知 这个等到议会通过以后 他跟我讲这件事情 我心里想 我一开始我不敢相信 后来想哎 那我这个好康啊 哈哈哈哈 哎 你想都不敢想 对啊 那也不知道啊 那要巷子多长 那要巷子的话 大概800公尺 800公尺 800公尺 大概800公尺 嗯 不长啊 不是很长 但是因为它是新开的 它就市立图书馆在这里 那这条路在这里 图书馆的正门是这边进去 嗯 那后面这一条 那这里就是捷运辆 那现在呢 我上一次回去的时候 这条路呢 已经透宽了 哦这样子 这已经透宽了 所以本来是四个车道 嗯 两边两边 不两边 两线一线 然后这边是停车摆这样 后来就把它打通了以后 就变成为四线的这个车道 就是交通更繁忙了 然后呢人潮就更多了 不过还是叫做像 嗯 不管怎么样的话 嗯 对我来讲这个也真是一种 肯定了 是啊是啊 肯定因为我们国家 因为台湾的外交官 可以名留在法国的 我想都没想到过 哈哈 而且我觉得在市立图书馆旁边 而且还在捷运附近 我觉得很 对对 一捷运出来 又有文化又有 对又有人潮 所以其实法国的 种种给你回来的退休生活 或者说这个整个的旅外 在外面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四十多年的外交官的生涯 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有没有 嗯 影响当然有了 就是 我们看到法国 他既然是一个先进的国家 可是他们呢 在人权方面 在民主方面的尊重 是一个典范 嗯 另外一个呢 他们的做事的态度 大家以为法国人很自在很悠闲 不是吗 那是对的 但是呢 但是也有另外一个层面 他们做事是蛮认真的啦 法国人做事 他的科技研发 他的这个所谓的竞争 你想一想 航太来讲的话 美国当然最强 嗯 可是能够跟美国最强 这是空中巴士 总部就在法国 他是欧洲的各个东西的集团 我们台湾的汉翔 也有做一小部分的零件 嗯 那么他呢 当初拉法业 拉法业呢 也是另外一个有趣的故事啦 对对对也是法国 还有这个幻象机 你想一想 如果全法国 法国是全世界第四大国防 我们叫国防设备 就是军品的 嗯 出口国的话 那背后他的 第一个 他的重工业 他的设计更重要 对 他的设计 他的行销 还有呢 我们最近也看到两个月前 三个月前 不是澳洲要卖潜水艇给法国吗 嗯 那美国欧克斯 英国跟澳洲结盟以后 把这个约真 南腰打结 整个南腰打结 法国跳脚 没错 那不过跳法国呢 也很争气 他气归气呢 那他另外在这个 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口 也拿了150亿的欧元的这个 这个拉哈巴了 飙封的这个战绩 本来是 要交给美国 现在把他拿回来 嗯 另外一个呢 昨天就在昨天 斯特拉斯堡 因为法国是今年1月1号 上半年的欧盟的轮值主席 嗯 他呢就在 马克宏总统呢 就在这个讲 这个这个 开幕里面呢 他 发表三十分钟的演讲 他鼓励欧洲人要团结 鼓励欧洲人呢 要成为一个主权国 嗯 更有主权的国家 更自主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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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不要依赖一个 国际上的其他的大国 嗯 意思就很清楚了 不要依赖美国 一个是美国 另外一个呢 中国 对中国 那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呢 因为我这也长年来 特别是这一年半 疫情发生以后 我一直都在注意 法国跟中国之间 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我们看到一个一个状况 这是我们国人要了解的地方 所以听你的节目很好 为什么 有资性 嗯 然后呢可以知道很多新的讯息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你在谈话里边 会让听众去思考 哦 我们怎么样可以更好 嗯 这个很重要的动力 嗯 因为这是社会教育嘛 嗯 所以说我们的社会 需要大家对自己 有更多的知己 对 同样的要知彼 这个彼当然包括中国大陆 没错 中国大陆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要知道 嗯 那相对的以法国来讲 他为什么愿意跟台湾 维持这么好的关系 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现在派来台湾的法国 蔡大学位的主任是职业外交官 嗯哼 我们1964年跟法国断交以来 那时候的官邦交 因为我们断交的经验 不好意思啊 断的不够多 所以呢 关系断的一干二净 什么都没事 啊他又是大国 我们一直到1980年的时候 我是第一个 从我们外交部 派到法国去的外交专业人 哦 所以说我们讲说 never be too late 永远不会太死 嗯 你有机会你就要去努力 啊我们也很高兴 因为我也具有官方的身份 可是法国让我进去 让我去工作 让我甚至于电视台 我照去 嗯 只要有机会我就找 当然你这个外交团的节目 我们不能参加 可是有一些外交的成员啊 包括其他的 没有邦交的国家 觉得非正式非官方的 他们有活动 国庆酒会也请我去 我就去啊 嗯 嗯 所以在法国今天有去的什么 好几位总统 从1980年的密特朗 基斯卡 啊这个 这个啊 这个啊 基斯卡还有西阿克 还有沙科吉 还有这个欧浪特 我都握过手 嗯 只有现在的这个总统 马克宏 没有因为他那时候 担任财经部长 嗯 我到办公室去跟他的办公室主任 谈有没有可能邀请他 到台湾来访问 哦 他从外面回来 我们有挥手 没有握手 哦 那一个有趣的是 他今年4月1号 应对总统大学了 对啊 4月10号啊 这个等一下也许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 新的这个状况 嗯 那你会看到法国人尊重台湾的地方 嗯 没有邦交是以为是 你说去年 参议院 众议院 通过决议案 还有呢 两个团 不畏惧中国大陆的打压 嗯 你不可以去啊 我开玩笑说 难不成法国 中国大陆认为法国是他的一省吗 嗯 不然哪有人这样做的 嗯 这个就是现状 所以让法国人更清楚的了解 哦 你中国原来是这个样子 嗯 更进一步的理解 因为 1964年断交以后 戴戈洛派主政 他们认为 中国才是真正的中国 台湾大概没希望了 没有想到我们还在 嗯嗯 OK好 所以相对于目前的西方世界呢 一直想要扮演这个龙头大哥的角色的美国 其实法国有他的一个自己的看法 但是相对于呢 中国大陆即便法国要交往 他对台湾也是另外的有一些很深的期待 或是说呢 对于我们的强韧性 他们有一定程度的肯定跟敬佩啦 啊 那所以呢 呃我觉得从法国的一些战略自主来看 确实你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国家 第一个你要有自己有实力 第二个你该有自己的一些相关的判断跟价值选择 我们谢谢再回来 好回到啊 连轩时间继续回来现场邀请到的前法国大使啊 这个吕青龙大使来聊天啊 那如果说透过呢 这个大使的啊 一些摄影的作品啊 如果看直播的朋友会看到 那我们可以在粉丝页上面放啊 这个大使啊 其实基本上在浪漫的法国 在花都巴黎啊 其实有很多呢 呃文化的 一年愉悦的美好的生活的一面啊 但是事实上我们刚刚也讲到 啊其实有更多更多的一些人生的体悟 就对于现在呢 呃国际政治啊 一些的理解 其实是更是啊 这个退休的 吕青龙大使带回台湾的 那虽然现在已经退休了 呃闲暇的时候也是啊 会拍拍照啊等等 但是我刚刚跟这个大使聊了 他其实最长的时间呢 事实上是到处去演讲 演讲什么呢 谈的就是这些 他曾经有过的外交官的生涯 以及目前所观察到的 国际的一些呢 呃政治的动态嘛 以及希望能够带来的一些事业 那有关于呢 国际的事业部分 我觉得刚才大使也讲的还不少啊 那包括呢 呃不一样的法国 我们也也理解到 但是有一个 现在正在发生中 也即将会是 呃接下来啊 这个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话题呢 就是四月份的大选 最近已经有讲到 马克宏 他在竞选年龄的时候 遭遇到一个蛮大的挑战 除了传统的 右翼的 民粹的 雷鹏女士之外 现在有一个是巴黎市长 对不对 对 一个女市长 大区 对对对 但是过科技部长 他来过台湾的 真的吗 我在台湾 我在法国有互动 真的 其实对于女性的这个 政治人物要参选 我通常都是眼睛一亮了 这个寄予相当程度的期待 但是他到底对于马克宏 会不会构成什么样的 影响跟压力 那对马克宏来说 目前的总统大选的局势 是不是就 就请法国通 吕大臣来跟我分析一下 以我们的观察来讲的话 法国对女性的尊重程度 跟美国来比的话 是比较好的 我可以这样讲 他们薪资待遇的差别 差距没有像美国那么大 那当然比我们好 我们还做得还不够 我们要努力 那以这个Bekkerst来讲的话 他做过大巴黎地区的 这个怎么叫做 主席或者是区长 其实这个区很大 那区比市还大 区比市的地区的region 那么他的这个优点在哪里 因为他是右派 右派现在有几年下来的话呢 都分裂了 那左派呢也没有团结 那我们从各个不同的 这一两个月来的民意调查 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马克宏总统的民意调查的支持率 大概都是24到27之间 有的26有的25这没关系 然后接下来就是Bekkerst 跟这个民主阵线的极右派的 大选择你的发音 看我们的翻译差那么多 Bekkerst就是一样 Bekkerst 就是这个 他从翻译成安妮伊达尔哥 是不是这位 伊达尔哥 安伊达尔哥 这是这个 伊达尔哥是巴黎市长 是社会党的 那他们都是想要选总统 都是想选总统 那两个女生 两个应该三个 包括Machina的Bekkerst 雷鹏 那因为呢 在这个整个民意调查里面 台名是20几的 接下来就是18 哦 那再下来这10% 其中有一个呢 是一个电视的名嘴 作家叫做Zimmer 这个最近非常的红 他讲话很红 他有他的声量 那因为他的谈话内容呢 有新闻性 但是呢 要得票进到第二轮不太容易 这是一个看得出 法国选民理性的地方 他是一个成熟的民族 上一次选举呢 到最后阶段 他们投票两轮嘛 第一轮超过50的就当选 没有的话前两个人 再选一次第二轮 就不会有 跛脚同同的情形出现 那么上一次 马克宏就跟雷鹏 这个Machina的Bek 他们两个第二轮的时候呢 法国人都知道 一年只有165天在巴黎 有太阳 所以晒太阳 是他们重要的生活的一部分 那么结果呢 那一天要投票的时候呢 法国人想要晒太阳要重要 后来呢 不对 我们如果让极右派的 当选总统 退出欧盟 退出欧援区 外国人通通赶走 这些激进的做法 法国会完蛋 所以呢 民众说干脆 我就投完票以后 再去晒半天的太阳 这个是法国的民主性 这个情况呢 跟20年前 跟20年前 他的爸爸 他来过台湾 他来过台湾 跟西阿克总统选举的金钱是 如出一策 这个就是我的解读 法国的人民 法国选民的民主性 是成熟的 所以平常就算再怎么浪漫 再怎么想要去享受生活 但碰到真正已经影响到整个国家的走向 跟社会的整个的价值观的时候 他们会宁愿选择放弃半天的太阳 去投票 这个就是理性 这个就是成熟 但是刚才大使这样分析就是 他几乎都是右派的人 右派的人被窃 这个光谱被窃得细细碎碎的 对 所以那部分这样看来 就变成说他只能够相对多数当选了 对啊 他一定要两轮 因为他 他因为 我也很简单嘛 因为候选人 每一次都超过十个人以上 对这么多 他经过你只要交这个三万七千的保证金 你只要五百个地方的议员议会议员签署的话 你就可以透过网络去登记 你要透过这个市政府去登记 你只要买二十三岁就可以成为候选人 是但是如果这样的话 是不是有助于去压缩极右派的雷鹏 那这样子的话那第二的 你刚讲这个话 吊人的情绪 大巴黎区的那个主席那个女性 有机会打败 他你刚讲他现在是百分之十八嘛 对 那距离马克宏的百分之二十四二十五 其实不算远哦 但他还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可以争取 我会 对没错 但是因为中间选民的这个程度呢 是比较成熟的 所以马克宏在最近接任以后到现在 让法国的经济失业率降大百分之八 然后呢经济成长去年也前年以为是百分之 买了十十二结果只有买了十九 二零二二年的近来可以百分之六 高兴死了 就是经济表现跟他抓到更多的中间选民 而且他现在又担任欧盟的主席的话呢 轮值主席的话呢 他最近在十一月十七号发表一个 Friends 2030 要未来的五年投资三百亿欧元做十项重大的计划 其中第一个计划叫 投资发展小规模的核电厂 那是很多 很特别的法国文化方面 能源的他选择了核能 对 没错 这个就是你会看出 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 选民当中呢 马克宏呢还是排在最前 当然我们是观塔啦 我们也不用打赌 但是我会比较偏向于去认为说 马克宏会继续连任 OK这样子好时间近一点 我们再来继续哦 到时候如果有机会请大使来分析 所以大使看起来你的退休生活 很充实啊 哈哈 一样就是很 就是都都掌握出这个最新的 我们做的就是有意义的工作啊 真的哈 对我们的社会 尤其对年轻人 我们可以分享一些故事 让他们有一些世界观 然后我们分享一些什么叫做 这个我们叫做有意义的价值观 嗯这很重要啊 嗯所以这是你接下来 其实你你觉得所谓的退而不休 其实就没有所谓退 我们台湾可以做的更好 做的更好 对台湾可以做的更好 绝对可以做的更好 但是大家要努力 嗯嗯 ok 好非常活跃的这个退休生活呢 在吕大使的 我们刚才聊天当中 这个听的真的是 让他觉得非常的棒啊 好谢谢大使呢 不断的把台湾行销到国际当中 谢谢 拜拜 谢谢各位天照 我喜欢伊林山 我喜欢Radio